要说爬树技术哪家强,还得去看看老外之骚操作,将自行车进行改装,悬挂在树上,只需要坐在上面脚灯踏板就能轻松爬上树顶,要是还想再轻松点,那就不妨再看看下面这位牛人,来自印度大叔为了能够爬到树上摘槟榔,就专明发明了一款摩托车,在外形可以看到整个结构并不复杂,且重量只有28公斤,其搭载的是二重城汽油发动机,在爬树时只需要将它掏在树干上。 随后依靠两个主动轮和一个V4形从动轮将气紧紧卡住,形成一个三角形结构后,便能像正常骑摩托车一样,依靠轮子的转动,实现于不断向上,向下攀爬了。 据发明者表示,当人体本身和机器向下的作用力相加后,摩托车足以支撑一个80公斤,成年人的重量。 经过测试,这台机器可在短短15秒内,登上10米的竖顶,只得一提的是,与普通摩托车不一样的地方,在于原本刹车的地方,恰巧成了油门。 而主要是因为登上树顶,主要是依靠双手作业,所以为了不占用双手,摩托车的刹车,成为了长臂状态,只有握住它才会启动机器。 当然,由于只能在笔纸,没有树枝的树上爬升,所以仅仅适合采摘椰子,槟榔等果树。 那么大家觉得这项发明到底怎么样呢?欢迎下方评论区留言讨论,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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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